在聖彼得堡被指控在4月2日 咖啡館爆炸事件當中 實施恐怖襲擊的達利亞特列波娃 正在接受審訊 特列波娃被指控的罪名 還包括非法泛運、爆炸裝置和偽造文件 這次爆炸事件導致俄羅斯著名的軍事博主 弗拉德倫塔塔斯基死亡 特列波娃在爆炸發生後 沒有多久被捕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將會面臨最高30年的監禁 字幕志愿者 祝福